董事長,11月的行情真的很準耶 如果我們節目主要倒吃甘蔗 那這樣子12月,您會怎麼看呢? 12月我給大家一個代表字 這個代表字是什麼? 等一下會講得非常之清楚 這個一定要聽 聽了你就覺得說不定有道理 第二個,我要跟大家講說 12月的新主流、新標股是什麼 我說過了,有些股票要趕追第一根 哪些股票要趕追第一根 都在今天的節目裡面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鄒宜 今天是11月30日 台股開排13917點 中場收載13722點 跌144點 上週歐美重量級折扣季黑五開跑 科技股強漲標普五百級 納斯達克指數再創歷史新高 而四大指數同步翻漲收紅 台股今天是再創歷史新高到13969點 後續盤勢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選股冠軍紀錄保持人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Telegram粉絲人數最多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肉依,各位同學大家好 投資長,今天台股雖然又創了歷史新高 但是最後受了MSCI生效的影響 尾盤壓低結算收在最低點 高低點落差有到247點 今天是11月的最後一天 台股發了一張銀銷飛車的門票給我們 那接下來大家投資朋友都很想知道 投資長,12月的行情你會怎麼看呢 對啊,真的做銀銷飛車 200多少 247點 不錯不錯 費得不錯,沒有來開玩笑 247點,高低點差這麼多喔 對 投資朋友,但是我也知道啦 這誇事法 只是說12點之前都是平淡無期嘛對不對 對 你看12點之前,你看這個行情很誇張 你自己看 12點之前其實還拉 一度會漲百點喔 對 最高是13969 對不起喔,剛好漲100點 對 漲102點 那你看喔,又要14000了 所以你看喔,我那時候所有的關卡 有沒有看到,我說13000 我不會說有多少是關卡 我說14000的時候 我考慮的時候 我說你台灣50你可以先出掉一半 是 我就是跟大家講 如果是中長期投資的人 有提醒大家 你看很顯然14000就有壓力 而且我是在還沒有上去的時候就跟大家講 對 所以我一切一切預告前面 而且今天台股又在突破歷史新高嘛 是 那今天台股又在突破歷史新高 好,那是不是有符合我說的什麼 符合我說的 倒吃甘蔗這四個字對不對 對 沒有錯吧 而且你看喔 我那時候在10月29號的時候對不對 10月29號對不對 禮拜四晚上有沒有看到 前一天先預告嘛 對 對不對 前一天先預告 29號,你看喔 11月會倒吃甘蔗 沒錯 而且有四大利多 為什麼四大利多 第一個,疫苗利多嘛 對 今天不是說英國12月需要打嗎 你看誰有想到這麼快 所以川普生不逢死啦 沒關係啦 至少他當過一任 差一點點 至少他當過一任總統的 這輩子也不錯了啦 好不好 有人一輩子都沒當過一次總統 好,剛好 選舉過後 一個禮拜 我們那時候說11月10號 你看果然有一個很好的數據嘛 沒錯 對不對,生不逢死 剛好 那你看四大利多嘛 疫苗出現嘛 iPhone 12 Pro Max 全台灣只有我這位分析師 我可以很大聲的跟你講 你看到只有我這位分析師 說iPhone 12賣得非常好 跌破眼鏡 連蘋果本身都跌破眼鏡 你所有的外資分析師 或號稱地表最強 whatever 我這個宇宙最強的分析師 跟你講賣得很好 嗯 iPhone 12 Pro會賣得非常好 iPhone 12賣得非常好 然後咧 我說人家為了人買而買奢侈品 這都講的是前面 PS5概念股 這四大利多對不對 沒錯 還有選舉過後做一個這個方向 告訴你11月到吃甘蔗 有沒有看到 好,那這個 所有投資啊,你真的沒講 沒關係 你去看所有分析師免我最多的 這是Telegram 所以我歡迎你加入Telegram 在這邊右下角有沒有看到 這邊加入Telegram Telegram你不知道怎麼加沒關係 這怎麼下載 其實你如果會一點手機的話 就會知道怎麼下載 有一點點年紀的 或者不太會下載Telegram 你先下Line Line會告訴你怎麼加Telegram 沒錯 我百分之百的文章都在這邊 我百分之八十的文章都在這邊 我百分之八十的文章都在這邊 那最重要的可能百分之二十文章 你沒有看到 所以你要加Telegram 那Telegram的好處是 你可以看過完所有的一個歷史 包含八五二三點的時候 全台灣只有我國中一位喊12682 我知道你一定不相信 所以你一定要加入我的Telegram 好,那我請你去比較 我是全台灣粉絲人最多的 好不好,我是說非常 當然講得非常清楚 Line及Telegram 這樣加總起來 對 好不好 沒有的話我下一句公 我從分析師的角度來看的話 好不好 那至於素人 我們素人就不比了 我一直強調一件事情 同樣你要做合法的事情 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 如果大家 你看著素人 覺得他操作很厲害 那為什麼他不去考 因為你可以從 賺幾億 假如你賺幾千萬 去考分析師不難啊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去辯論說 我沒有去預測股市 因為你只要去預測股市 要收費 就是違反正經信託級顧問法第四條 那為什麼要去違法 或者為什麼 每天要去解釋這些 你不要解釋就好 你就是合法的 在證件信託 在頭顧底下的分析師 才是合法 才能給你收取費用 不認識訂閱費用 軟體費用 好不好 那實路上都有很多人 就是被抓過 被關過 我可以舉20個例子 扯遠了 11月我說倒是甘蔗 不過你要記得一件事 我們是合法 合格的分析師 合法的分析師 所以我很強 你看今天勞退金金先 講得誇張 我還在賠錢 很扯 你看 合法的都有弊端啦 對 你看到都會被人家集合 會集合你的 你自己會偷下單 我們分析師也會被集合 你知道嗎 主管警官會調查 都還是有人會偷下單 還是有人偷下單 那你看那個 那個投資組組長 投資組組長 你不要給我簡稱投資長 勞動基金的 投資組組長 你看他一直上班偷下股票 是不是 那你有沒有收到主力的錢 然後投出貨給人家 所以我跟你講 不是用嘴巴說 陳信也不是用嘴巴說 我也是我的個性一樣 不是用嘴巴說 所以我就盡在一切葉告前面 11月份 然後是過去的卡 重點是12月 說說 11月字 它是倒吃甘蔗 倒吃甘蔗 那不小心把它破底了 12月有個代表字 你看我就是講話就是 太老實 也不太好 心裡藏不住秘密 真的我藏不住秘密 我就跟你講 我就是藏不住秘密 所以我也不太喜歡說 哎呀我要去做坑殺傷的事情 我再做不到 我老爸講一講 我不小心坑殺人 我不小心講出來 那不如不要做 真的真的真的 那不如不要做 所以你看我每次講什麼東西 講一個股票 不然已經洩漏題目 這10月29號 我說這個是 倒吃甘蔗嘛對不對 對 是不是 是大利多 那現在12月大家想知道怎麼走 來卡 卡什麼 卡 來畫面給Zoe 這個叫卡卡的 女神卡卡 卡卡的 卡卡烏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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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卡烏拉拉對不對 對 卡卡烏拉拉 是卡卡烏拉拉 沒關係啦卡卡烏拉拉都可以 女神卡卡啦 卡卡 卡就卡空軍嘛 都可以啦 開玩笑的齁 這我給我聽過啦 那我跟大家講 這是女神卡卡的歌 Lady Gaga 那12月代表是卡 這卡什麼意思 有沒有 慢慢的容我威威到來 什麼時候 我大概12月20日才告訴你 他怎麼走 可是你會覺得就是符了這個是 頭長啊怎麼這樣子 11月你今天跟我們倒吃甘蔗 這12月呢 12月我也給你提示了喔 嗯 我給你提示了喔 同朋友 我說最難操作的是月中之前 對 你要預防像2006年一樣 12月中之前的一個波動 下剎波動 這個已經講得夠明顯了 注意一下 可是如果12月中期沒有下去呢 你不用擔心 月中過後 嗯 他怎麼樣 最好做的10天 哪10天 有 誰叫你不看我節目 誰叫你每天沒有看我節目 對 回去自己看重播 好 好不好回去自己看重播 我不理你了 好不好這我跟大家講喔 所以這個字就是說 說得非常之清楚喔 我不要事後患嗎 我怕 我也歡迎比較喔 好不好我也歡迎比較 因為昨天晚上看一下有什麼 什麼金融博覽會 我不知道 有時候有時候找了很多 名師或怎麼樣 或名嘴 謝謝 我也名嘴 好沒有 我現在變主持人名嘴了 名嘴 你知道嗎 我名嘴大家就覺得 你名嘴大家可能覺得可愛啦 我名嘴大家覺得 不知道會不會舒服還是不舒服 好啦沒關係 同樣你看一下 來 在這邊你看一下喔 這邊 這是關我鍋子 不是什麼博覽會什麼的 不是說啊 你順便來參加博覽會 順便來找我的 不是 是專門為我鍋子 辦的演講講座 這個600人 做無需需 全部都是為我 如果不見了他們就不會來 你去比較一下 這全單位我最多 大家都說最多 我覺得你要選第一名 我一直說你要選第一名 為什麼我講一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股票來看一下 6441嘛 管定 登登登登 今天鎖此跌停板 來 我有跟你講一件事 你看一下喔 同樣我最近賣掉 大三七股裝賣掉 3374 今天精彩的上去 因為我說精彩第四七 EPS很好 我已經獨家知道一些消息了 好不好 其實做研究做猜測也可以猜測 猜測就知道 好 因為台積電走勢也可以知道 好 那精彩就是 同樣的我賣在這個190 殺去對不對 嗯 殺去的以後你看 因為我的一個賣要殺去 可是基本面支撐著它 而且我也直接跟你講 我沒有看空它 對不對 對 我講得很清楚對不對 有 那6441的管定呢 有沒有 那就不一樣囉 6441的管定 我在這邊好像跟你講說 我賣180是不是 對 要170 反正170以上 180我已經忘記whatever了 好不好 反正170 結果賣到幾乎最高點 你看兩根跌停板 解除儲置了 齁 儲置解禁了 再殺一根 是 所以我一直常常跟大家講 現在喔 大家喔 很怕我買股票 肉你知道嗎 更怕我賣股票 更怕你賣股票 真的 我知道我郭總的抗訊 天啊 我跟你講 哪天被他出我都不知道 郭總 對不對 我說郭總請賣 請賣出管定 叫你賣出管贏 你也不知道啊 嗯 不知道真的假的 你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啊 對 免錢最貴 好不好 你們搞不清楚這件事情 那我也沒辦法 好不好 任何人做任何事情 都有目的 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有目的 我當分析是有目的 我除了說會費以外 我最主要是一個成就感 因為你久了就知道我有沒有盤感 你久了就知道我在股市中 可不可以成贏家 我在股市中 是不是早就賺不完的錢 沒錯 我早就跟大家講 好不好 基本上我覺得我可以退休了 好不好 那每個人對退休的定義不同 我的要求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來 可是我還是願意跟大家做事情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甚至你看 我們需要你 我們需要我啊 股市福利社員現在也需要我 好不好 做這個節目更累 可是我們點閱率現在好高喔 國市福利社現在 都一兩萬點閱率 對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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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要訂閱我們 我們股市福利社好不好 我們知道更多 知道更多 我們點閱率很高 你看那天我講到什麼東西 就是我怕他賣股票 更怕我罵股票 對 你看那個卡逸啦 喔唷 腰... 腰... 不想像腰咻啊 還是講出來 真的是嘴巴... 真的嘴巴管不住欸 真的管不住欸 啊就用這兩個字也沒有錯啊 對啊 卡逸喔 對 看一下那個逸怎麼寫 後逸的逸對不對 剛剛2949 欸你都記起來了喔 不錯不錯 你看我們主持人也是有 也是有那個挑過的齁 如果不是我就求了 2949 但我沒說過這句話 沒有啊 欸你真的不行 欸我們主持人 哈哈哈 剛剛講話而已 你很丟臉欸 對啊 那個我助理趕快跟我講一下 沒有 後面給我 2939啦 2939 80號 那個製作人 應聲主持人 哈哈哈 趕快來我旁邊 2939 2939 丟臉 唉唷 我也會 唉唷 你會嗎 2939的疊停版 2939怎麼了 疊停版嗎 對 欸我跟你講喔 我們這個節目 福利社很厲害 但不是說只是我 只是我厲害 那不是我提供的 那是文良分析師提供的 是 文良分析師提供的 那可是提供以後 我有給他下注解 我說這個 這個看起來很恐怖 你看我那時候怎麼講的 我覺得這個蠻危險的 有沒有 因為是下沙血量嘛 有沒有看到 這個嘴顶看起來很認真討厭 我覺得蠻危險 看起來蠻討厭的 蠻討厭 再說一次 如果我是凱毅 我就討厭 好啦我跟妳講一件事啦 反正我主持人討不討厭 反正我代碼 知道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有錢就甩 不會亂講話 不是我代碼不會亂講話 要不知道我就會說不知道 沒錯沒錯 欸我在嚇你欸 這麼客氣好啦 被妳開玩笑的啦 不會 肉依跟我很熟 2939凱依也有看到 對我直接看這張表就好了 對啊 2939凱依也有看到 你看 我說這個覺得蠻危險 這福利是上禮拜三的喔 是 阿你看一下肉依那天 什麼啦 展停板 展停板喔 對 那天展停板喔 我跟你講那隔天還開高 2939喔 對不對58塊嘛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隔天還多少 隔天還到60塊啦 64.2啦 阿今天多少錢 48.6啦 天啊 是怎樣 你聽到我們節目去賣的時候 還有 你大概現在已經少賠三根跌停板 沒錯 這個應該不只三根 這應該五根跌停板 應該六根跌停板 應該可能直接下市 真的是有可能直接下市的 好不好 我那時候說過一句話很經典的話 對 我說這個 我說這個 我說 我說他很危險對不對 而且我說 我不會說下市的機率為零 嗯 代表什麼意思 我認為他是有下市機率的 是 我不會跟你講說 這句話我不會跟你講說 台積電會下市啊 這個你會不相信我 不專業 對 我不會說下市的機率為零 就是說 我要跟你說 這個下市的機率是有的 嗯 直接下市 我什麼時候跟你講這個字 欸投資廟 我是分析師耶 我粉絲這麼多 亂講話被人家告 沒錯 你懂不懂 你自己要斟酌 自己要斟酌喔 嗯 是不是 但是都講到了 所以就有沒有講的 大家很怕我買股票 更怕我賣股票 對 更怕我罵股票 你看賣股票 你看賣以後 卡伊直接 不是 那個賣了管定直接殺下去 可是賣有大賣小賣 賣了以後有沒有看好 精彩賣了以後 還是殺下去 一根兩根 可是馬上上來 為什麼 因為我說我還是看好 可是管定我從來沒說這樣的話 是不是 所以我一切一切預告前面 我不去施肉化 我不去馬後泡 去想想看人家的分析師 你怕我罵股票 你看卡伊 蹦蹦蹦 這樣三根 我跟你講我每天都要講一次 我講到下次為止 你就知道你為什麼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為什麼要訂閱我們股市福利社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的 通常講到三根 我還有另外一個 哪個三根 我覺得你超強的耶 鼻子 鼻子 你要給大家看一下 經濟日報全股 真的很強耶 也是三根漲平耶 就是說我說的 人家很怕我買股票嘛 是不是 你是不是 所以我跟妳講喔 這經濟日報的股票 不會是所有是會員的股票 我要講清楚 不然會員會罵死我啊 我會粉 同樣我也很多 所以我跟妳講 為什麼看我節目比較好 因為我粉絲太多了 太多 我會員也太多了 這裡面不可能一個會員都沒有 你看 妳去比較一下 有誰比我們多 是講實在話 我真的對她們很好 因為我送了標股以後 哇 都拉起來了 對 現在妳對她們問我一月 一月初的演講怎麼辦 我說怎麼辦 我一定要來參加 我肉業來參加 不要那麼誇張啦 可是妳提前一個小時 可能就沒位子了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 看哪個產地這麼大的話 應該提30分鐘 錢就滿了 因為這600人的喔 對 一般你看到的人 看到投資大師講座 可100人滿了就很恐怖了 對啊 我們是600人產地 600人 這個誇張喔 這不是差20的人 那妳看喔 我說肯定面一定有會員 所以我跟妳講一件事啊 來 這一次 這一次是代表我們選股的厲害 可是不是所有會員也有 我要講清楚 而且也不多 我要講你知道喔 因為這是追高的暫停 雖然我叫妳去追高 可是我自己的會員 我還是會略做保守 不會每一檔都去一直追 我要跟你講清楚 因為我要的是中長期的賺錢 我講個性 我就講得非常清楚 自己的股票慢慢慢慢去做追也不錯 那妳看 像這種彎品羅生 喔 投資人妳設陷阱 彎品羅生反而沒有怎麼樣 結果這樣下三檔股票 海關 長科 這打新號是說面額不同喔 教大家一件事情喔 面額不同 以前面額可以10塊錢 現在面額隨意啦 看妳要幾塊錢 只要申請能過就好了 打新號 知道 因為一股10塊錢嘛 那一股10塊錢 所以一張是1000股 知道嗎 所以是1萬元嘛 1萬元 對 所以如果以前是50塊的股票 代表的是5萬塊嘛 對啊 因為50乘上1000嘛 一張是1000股嘛 可是那現在不對啊 像面額是 現在是8塊5塊 那算法就不一樣了啊 我怕講太多 妳數學妳會頭暈 對 反正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要打新號喔 好 我告訴妳喔 所以海關 所以妳買股票的時候 要記喔 這個不太一樣喔 海關 長科 日盛生 通通展停板 通通展停板 對啊 好厲害喔 有沒有 五根轉三根 五根轉三根 五根轉三根是怎麼樣 他們不是我的臭美 你看到現在有一對分析師在講 哇 我是神燈 我的股票燈燈燈燈燈 我很大聲跟妳講 畫面給我 也可以說妳 欸 都是我先講的 人家都參考我的講法 妳不安心是不是 沒關係 妳們請她來跟我對著 可是沒關係 也不要再對著啦 因為我現在跟各位分析師 關係都很好 我來摩爾以後 修身 養性 其實像我為了做福利社一樣 做牛 做馬一樣 可是真的 都是來參考我的說法 我第一個講 登登登登 我以前有六個股票 五個股票展停板 登登登登登 然後變成七個股票 八個股票 七個股票展停板 登登登登登登 要往上唱啦 我就變成神燈神營師 對啊 欸妳今天吃錯藥一直吐槽我 沒關係 沒關係 我跟妳講 吐槽沒關係 吐槽我唱歌沒關係 是 吐槽我頭髮亂也沒關係 對 我只有這個可以吐槽 我也吐槽妳那個代號講錯 可是 我們專業度是不容 是如同黃沃的爭吵 不容懷疑的 對不對 這知道認同吧 對不對 這跟大家講 所以來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2038的海關有沒有看到 登登登 好我要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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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很多很多燈 尾槽要上去齁 對 你看幾根 那根尾槽會再上去 這是我輔我追高的 妳這邊也可以追 這邊也可以追 欸我一直講 我都說追高啊 欸我當初我獨家發明了一五法則 欸那個時候八九月很好用欸 妳不會受傷很嚴重欸 沒錯沒錯 但是大家很巧欸 一五法則回到三零都 都是還是三零法則啦 唉唷 唉唷 都在你這個不是害死大家嗎 有沒有害死大家嗎 那後來我開始要追第一根 我說從加聯益很多股票告訴你 開始要追股票 對 妳看這邊股票第一根也不用怕 嗯 同樣是不是 有沒有 第一根也不用怕 我們這樣講 有啊 有啊 然後咧 股市 股市福利社也有展覽股票啊 是 冠華老師 我們的好朋友 以前叫 以前是市民老師 他說你看啊 莊北京也是一樣啊 也是 那時候我說剛剛噴出去的 你看他們在休息沒有欸 11月2號的時候 我們在這邊倒吃甘蔗到早上最夜底 最佳倒吃甘蔗代表股 沒錯 最佳倒吃甘蔗代表股 沒錯 那記得一件事喔 我們那11月是講倒吃甘蔗喔 好 是講大盤喔 12月台股代表只是卡 卡 記得 好 這個字 卡卡的卡卡的 那個誰唱的 謝金燕是不是 喔好像有 喔是不是 我記得我會唱齁 我也不會 我要是這麼會唱歌 我就轉這麼一圈了 我哏那麼多 對 也不會啦 我覺得更喜歡這邊 因為更多需要專業 股世界的吳宗憲 需要 需要直覺 然後邏輯思考 對 就是我贏別人不同地方 這是投資長的強項 宗憲齁 謝謝你 不知道這個應該算稱讚了 好 對啊很厲害耶 卡卡 卡 所以跟大家講 到時候你就知道為什麼 好 你真厲害 你真厲害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就是要追高 要追高對不對 你看啊 中美金跟加領利 那很多股票啊 那時候不是取中美金的例子 你看中美金更符合 所以你要敢追高 那你看看清楚 來來 長顆 長顆星號嘛對不對 對 6 5 4 8 現在幾分呢 你看 追低根 再追 是 我跟你講喔 如果你是八九月你最低根 你馬上被修理 這樣不是 所以你看 哪一個分析師能精準的預測 你看每一個代表字 每一個時候的字 這個叫辭絕 對 這個是天賦 所以我每次都跟你講說 辭絕天賦 你想想看你要找分析師 這樣好像也變成別人的梗了 這都是我先講的 我先跟大家講 是真的有人用 有人貼給我看 如果再有人用你的話 生無息 你是流行教主 代表是我很紅 我只能這樣想 好不好 沒關係 我沒有特別講哪一位 請不要對號入座 因為可能不只您模仿 沒差 都是人家轉給我的 我比較少看人家的 而且好東西 大家才會想要演用 你這樣講好像不錯 所以你看 第一根 有沒有跟妳講 什麼時候做什麼事 噴出去 你看長顆 那你繼續看 還有什麼股票 還有 來 日盛生2547 2547有沒有看到 2547嗎 對 今天斬停板嗎 而且一架鎖屎喔 登登登登登 哇一架鎖屎 真的 你害我都現在想說 聲音不要越來越低 也可以啊 如果是很開高手低 登登登登登登 紅燈變綠 噴噴噴噴噴 不行不行 登登登登 一架鎖屎有沒有 對 所以這樣子嘛 你看 總量一架鎖屎 所以這個第一根 第一根的道理就是這樣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怎麼分析 好 我不去斬歐噴噴噴 去想想看你要怎麼分析 所以我希望你投票 好好把握住現在行情 好不好 那等一下 除了這以外 我卡了以後 我再跟大家講一些東西喔 什麼東西 比如說這個下殺取量 危不危險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我們進什麼 什麼標股或者什麼集團的股票 現在是我看好的 好 新的集團總要講嘛 不然你每次都跟你講 萬論加登 萬論加登金都很不錯啦 對啊 加登加登 一直在等等等等 你等到也受不了 有沒有什麼新股票 我覺得看好的 可是買進價格不能跟你講 這是我們會員的秘密 好 我跟會員的秘密 所以我們休息一下 跟你講什麼新的族群 新的標股 還有台股下殺取量 最後是怎麼看待 我們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 剛剛節目上有說 投資長有沒有什麼新的標股 是您看好的看準的呢 投資長 有有有 我們剛才有講的說 怎麼看這個行情嘛 還有新的標股嘛 對不對 通常強迫症又發作了 這個 好 來 看一下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台股這下殺取量 怎麼看 是 投資長三天多億耶 對 我跟你講 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今天你知我知 獨眼人都知道 隔壁的阿伯都知道 今天MSCI 是 是不是這樣說 是 MSCI這個效應 都知道尾盤會甩尾 這有什麼好講的 那 它是因為尾盤甩尾的技術量 你說這個是 哇很多人去做空 它是被動 它不得不動耶 它不得不動耶 你懂不懂 所以這個不得不動 這個東西 這技術現行 你會因為下殺取量 這比較不好 我也跟你講 我說這個是小池子裡面的雨 大池子裡面的雨 它如果還持續的QE 持續0率 那本益比反而就會持續提升 這樣它只是不願意相信說 從以前本益比10倍 動得到20倍 30倍 台積電要到30倍以上 可是那就是零利率阿 為什麼現在很多人買房子 2000萬的房子 你房貸還兩三萬 可能你現在2000萬房子 你租金也要兩三萬 那不是一樣嗎 是不是 如果你利息現在變兩倍呢 你變兩倍的話 那當然你不一樣嘛 2000萬房子 你可能四五萬的利息 你當然買不起房 可是2000萬房子 你現在租跟買的差不多 那為什麼不買 你懂嗎 只要負責其投資管的人 負責其投資管的人 都會做這個抉擇 因為利率的關係 影響你的決策 很多人到現在不懂 可是BTD也很多人懂了 對 本益比提高提高 我會非常開心 很多那時候把我 林利率威力 讓台股上3萬點 那個快20萬點閱率了 後來大家講的都是一樣的話 可是我那時候是在 八千 八九千 一萬點的附近 拍的影片 我故意拍那個影片的 我故意拍那個影片 所以我一切一切 預告到前面 所以這個量 這個是不得不動的 這是被動的 這是被動的量 你懂不懂 所以不需要在乎 因為這個造成技術陷信 很醜的態勢 不必緊張 好不好 12月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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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繼續卡卡烏拉拉 好像喉嚨裡面有東西一樣 卡卡烏拉拉 是不是 然後我說你幹嘛 所以不得不動 他是不得不動的量 他是被動式的基金 而因為MCA的生效 去根據他 而去做個被動的投資 所以一樣嘛 被動被動 你不覺得投資很會扯梗 他扯到這邊 這被動你看 11月被動是蒙古出動 有吧 收最高喔 同學沒有 我有對得起你喔 董事長那個8月 你說8月被動 什麼非常主動 9月被動 不得不動 你都騙我啦 犯人的小孩 犯人的小孩到第三次 總算對了 蒙武出動 我也沒害到大家嘛 這股價至少創新高嘛 你那 Buy and hold 你現在下好離手 只要基本面好的 那到時候本益比都提高嘛 因為被動元件 本益比10倍 10倍 那有點誇張 你看那些環球金 這可以長到這些 你這個 這個6488 這怎麼看 這怎麼看 這看得有點誇張 這長法有點誇張 如果環球金都可以這樣漲 我跟你講 那被動元件應該更要 漲個30%以上 好不好 那本益比我覺得 這太誇張了 太高了 好不好 這跟他 不是 他不太誇張 不是要你做空 我意思說如果相對這樣的話 被動元件他本益比是很低的 是 動責才十幾倍而已 都跟你講好不好 所以你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好不好 所以這個 但是環球金會不會再長 還是有可能的喔 所以我說新的族群嘛 對不對 台政科我代碼沒寫錯 是不是 勇敢去追第一根 你看這邊 要是我訪問老二 現在要老二哲學 頭髮什麼意思 你看年定啊 像誰 台積電跟年定誰長比較多 年定啊 老二哲學 知道嗎 怎麼辦 我又把你選鼓的最新的那個 最新的趨勢的話 要給你講出來 現在要當老二哲學 老二哲學 老二哲學 相信我一定很多人到時候跟你講東西 好 不知道老大哲學 要選最好的為什麼 因為語入均占 好不好 這跟當然 你們滿出來的 我溢出來的我滿出來 你們通常記不記得 那時候好像五月份的時候 我做個梗圖喔 我溢出來我滿出來的 一個起碼的GIV動畫圖 很多人都說 這什麼圖啊 好噁心啊 很多男生說好有趣啊 我故意的 那是黃豬哥哥的梗圖 為什麼 資金行情是不是溢出來還是滿出來 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了啊 可是那時候沒有人知道 如果 如果九千多點有人知道 是不是溢出來還是滿出來的 我跟你講 那就不會提到九千多點了 沒錯 你懂不 所以你去香港你要查分析師 所以你現在要做老二 老二行情 這樣講不太對 第二名 沒關係啊 就是老二 好 反正想歪的就想歪的 大家記得就記得 好不好 這很重要耶 這很重要 老二行情好不好 這很重要好不好 OK 好不好 你打遊戲還是打大老二一樣 你這樣當個大老二 好不好 有些老二的有時候 會長得比老大還多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 所以這些股票我順便來跟大家講 你看清楚啊 除了這以外 我還沒剛才跟你講完 說貝東雲劍先講 欸 你看得出來要噴的沒看到啊 嗯 那時候通常老二行情 為什麼國區長得比較多 因為 為什麼國區長得比較多 因為我跟你講 老二行情的先行的發動是什麼 來 把我記起來 秘訣是老大已經長很多了 像黃小青老大是不是長很多 變台生科 沒錯 台積電是不是一直長 找到所有受不了了 單子滿出來了 滿到年墊也噴出去 噢 所以老二行情的前提是 老大還是要先動 沒有錯 那這邊老大有動很多嗎 通常動很多啦 不動很多 不動很多 你看他年初的時候 年初快點有突破嗎 嗯 也沒長很兇啊 是 是不是 年長一根就很厲害了 所以老二行情的前提是 老大要發瘋 老二才會起膽 臨時搶的 好 什麼 臨時想到的啊 很厲害 你說臨時想到的啊 對對對 這就是盤感 你們都聽得出來有些東西 這是我臨時想的 老大要動起來老大要先發瘋 嗯 好不好 老大要發瘋 老二才會起膽 台語應該講的沒有錯啦 錯卡星哥不錯 我是跟你講說 這個跟星星一樣 什麼星星是我足以療圓 我說這個 每次只要燒火火燒慘的 火燒工慘的 到處都利多啦 都是買進啦 嗯 就這樣子啊 華欣哥也是這樣 大麻懶液 問題是人家產能還沒百分之百啊 這什麼邏輯啊 我產能就還沒有產能利用力 我產能還是還沒有用到的地方啊 大麻產能懶液了 然後可能停工幾天 So what 我全部的產能又還沒滿載 還有利用空間啊 這什麼好想的 這假利空 這比星星還假利空 好 是不是 所以你先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好不好 奇麗星也是一樣喔 來看一下喔 可是我說除了奇麗星還有國際要帶動 我想奇麗星是很重要的指標 還剩多久 兩分鐘 好那我跟大家講趕快喔 所以你看今天節目很精彩 3680加登 你看不出來嗎 拉尾盤雖然這是MCI效應 可是你看喔 台積電概念股 我還是看好了 你看今天台積電概念股 萬論加登精彩 通通都漲耶 你看不出來嗎 台積電概念股 還是有機會噴出去的好不好 精彩看不出來 你感覺不出來 精彩要噴 那我要跟你講你盤感要再訓練 好不好 所以你去想想看你要怎樣分析 星星呢 星星不用怕 不用怕 不用怕 好不好 不用怕 我已經上好轎了 通常今天創新光 因為MCI的尾盤殺去 這個 就像我說MCI不用特別的在乎 跟不在乎 所以你去想想看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 我看到什麼股票還沒講的 不過15侨威是比較弱啦 好不好 說說客家 好不好 這個股票如果再不行 那我覺得你要換膽 這看清楚啦 不過我覺得MAC 這個實際銷售量還沒出來 我覺得數據出來的話還會不錯 所以我說你去想想看 你要怎樣分析師 到最後我跟大 台穀是不是倒吃甘蔗 我畫面給我 台穀真的倒吃甘蔗 今天還創新高啊 對 那你一直看今天創新高了 那你一直看今天殺鬼盤了 我覺得是一件很可惜 也有一點點小悲傷悲哀的事情 因為你太悲觀了 這一波漢情你太悲觀了 你搞不清楚你狀況的話 你沒有辦法賺到錢 這一波就是你要敢做夢 勝利都屬於敢做夢的人 你懂嗎 萊特兄弟 你在發明飛機 我不怕死了 有夢想 特斯拉這之前電動車 講了幾十年了 為什麼你就馬斯克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敢做夢 你要敢做夢 你想想看你要怎樣 台穀告訴你敢做夢行情 賺錢屬於敢做夢 十二月行情卡 卡是代表卡住了嗎 代表很難做嗎 你不必擔心 本商人自有妙計 所以這個行情 你看今天台股很強 被動員錢真的噴出去 所以我希望你好好把握住 最後的行情好不好 就像我說的 很多人怕我賣股票 更怕我 很多人怕我買股票 更怕我賣股票 我要買哪一檔股票 我已經準備好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 好好的把握行情 也歡迎來聽恰群 080-066-8085 080-來來8085 免付費的電話傳線 不論怎麼樣 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像看美芽展的分析師 謝謝各位 記得在YouTube搜尋 郭哲榮分析師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下小鈴鐺 想要了解在12月最後 該如何把握這個好做的行情 可以撥打我們的專線 0800-066-8085 榮耀華爾街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滿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 謝謝各位 請自負投資風險